嗨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這邊是我的保持 來 我們幫客人這個 進了一個這個白鑽 他忽然很奇怪 一張GIA 他就送我一個大的GIA 他小的跟大的 打開來是什麼 打開來是一堆英文啊 英文我看不懂啊 所以我們請那個劉美 劉美高材生 宣講一下 劉美 就是剛才講說 就是 愛的鑽鑽石有分 四種類型 然後一般我們大部分 都是台灣 台灣就是我們平常 證書打開的時候 沒有付這個大聲 就是台灣 大概是98%左右 都是台灣 那我們這顆很特別啊 他就是 Type 2的A 然後大概是佔 所有鑽石的1%到2%左右 那食物上操作來講的話 大部分都是這種DIF 什麼是DIF 第一就是頂級的D 就是最白的顏色 然後IF是什麼 就是完美無瑕吃的 通常是這種比較容易開得出來 而且差不多30顆這顆 只有一顆開得出來 那從以前 有時候有送這個證書 有時候沒送 所以有人說 到底是不是看劇 還有心情在送還是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們自己在進的價格 重點價格 有沒有差 多這本 那沒這本 實際上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差 對 然後這 英文一大堆 還有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主要是在講一些我們肉眼看不出來 就是元素的類別 就是Type 2A就是它 大家都知道鑽石是炭主產的嘛 然後它就是炭的成分特別純特別高 一般Type 1都會有含蛋 蛋氣的那個蛋 然後Type 2A就是都沒有蛋 沒什麼蛋 簡單講 測過出來的 對甚至網路上面有了 那算謠言我也不知道 但網路上面很多文章就說什麼 甚至這個它是不是敵色 那因為有了這 當我用了你 它說它比D還厲害 對 那但是問題就是 GIA的頻段還是從D開始啦 D E F G H 對所以說這個 還是要從D開始 那 那它說什麼 網路上說什麼比D還厲害 我是覺得應該沒有到那麼誇張 可是真的是 像你說的 對 就是真的是很純 才會太突然 為什麼 你看 因為我們現在手上就兩個啦 好 兩個為什麼兩個 因為我們這一次幫客人訂的是 兩個愛心的 1.5克拉完美無瑕吃的一個 頂級的白色鑽石 客人要買來收藏 就是投資還有加上報紙的啦 可以自己帶有好看 對 可以拿來給大家看一下 對 它1.5克拉的完美無瑕 這已經超過台幣100萬了 那非常的漂亮 是不是 然後 痾 問題是它 兩本小證書 它只有送一本 兩本小證書 它只送一本而已 就意思就是說 也不是那麼容易 拿到這樣大證 沒那麼簡單 它拿到了就蠻開心的 這樣 是Type B吧 Type 2 B Type 2 B是有黃元素 它就製成人家 就沒有可能變成藍色的鑽石 也是很稀有 像我們這裡就有藍鑽 那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藍鑽 那石頭沒有 石頭在那個倉庫裡面 你看一下 這就是Blue的 Blue的鑽石 但是它就沒有再特別標示了 所以這張到底什麼時候會送 我們也不知道 不過價格也沒有差太多 所以大家也不用被賣家 去虎住了 就是說有了這一張以後 什麼就是從什麼 就是麻雀的價格 變到鳳凰的價格 但是吸不吸有 真的吸有 因為你剛剛說多少 一 一趴到兩趴 對 是在全世界比例上面來講 是一趴到兩趴 才會產生那個微量元素 他們 有沒有 所以也算是稀有 也算是一個加分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掰掰 一般他們GIA 像這種特殊鑄解的那個 大陣其實不只在鑽石上面 像說在File OPPO 火蛋白石 黑蛋白石 或各種珠寶都有 但是 他們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問你說 請問一下 這個火蛋白很特別 請問一下 這個很特別 你們要不要 就是再加開這一張 再多一點點費用 這樣 他幫你做一個本子 對 一般他們流程是這樣 然後就會得到這一本 這樣子 那比例上的話 就光白色的 白色的話 差不多300顆到500顆之間 會有一顆開出來 那有人的說法是說 100顆裡面只有一顆會開出來 所以每一種說法都有 但是就真的是不常見 OK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拜拜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